只是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特别美丽的谎言 今天我们看到了两个美丽的谎言 一个谎言叫梦想 就有人借着梦想之名 行生活懒惰之事 面对生活一步一步地妥协 之后他说 我是因为要追逐我一个梦想 我相信在这个现场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是以成功来衡量 一个人的梦想事后伟大 我们是没有的 梦想没有高低 但是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美的梦想 他把身边的所有至亲的人 全都踩在脚下 一个一个地去伤害 让他们哭泣 我想知道完成这个梦想 有意义吗 请您回答我 求教一下 第二个美丽的谎言 就是这位女士说的 有很多人在这个择偶的时候 或者交友的时候说 这个人要有上进心 请问什么是上进心 只要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面 平凡地去工作 认真地对待自己和身边的 每一个人不是挺好吗 您上进吗 你们的生活你们自己选 接下来一起进入他们的 真情六十 我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关门 请关门 我相信真是怀揣梦想的朋友 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梦想 而伤害自己的亲人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咱们开门看看 这对夫妻 他们怎么表达 他们的这种情感 来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 谢谢 来 两位小朋友请回 五十一岁的人还不能养活自己 还要吃一个七十多岁的 别人母亲的这个公养 至少应该对人好吧 能对人家妈好点吗 您想想这事吧 请先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